国民党立委柯志恩 跑到高雄市议会参加空丁会 这是他休会期间在高雄的日常 如今成效似乎也反映在民调上 根据TVBS民调中心 针对2026年高雄市长最新选举民调 柯志恩对上绿营的林黛化跟赖瑞荣 都小赢5% 对上其他可能人选 差距逐渐拉大 但支持度维持四字头 也让他戒胜恐惧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民进党初选还没有开始展开 他们还没有定于一尊 我会继续往前进 根据自己的一个节奏 如果拿民调最接近的林黛化比较 柯志恩在年轻选民 及壮年人口明显领先 而林黛化在30岁民众胜出 其他年龄层差距不大 而正常支持显示 虽然蓝绿各自归队 但柯志恩获得民众党的支持 是胜出关键 另外跟赖瑞荣对比 柯志恩在50几岁胜出 赖瑞荣三十几岁较多 其他同样陷入焦灼 只是政党部分 不管是对上赖瑞荣还是林黛化 中立跟其他选民都在五层上下 恐怕成了选战最后关键 另外林黛化认为 现阶段先做好既有工作才能得到市民认同 而邱逸淫也持续协助高雄施政 让高雄市民选择 但比起市长陈其迈的支持度 似乎仍有落差 因为根据TVBS民调显示 陈其迈从第一任的四成多满意度 如今来到六成五左右 就连治水表现跟凯米台风处理 都获得五成以上满意 但不满意度都超过三成 似乎也让人看到其中破口 高雄市政府都相当重视 并且会作为市政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 陈其派市长一贯的态度 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高雄市府认真看待民调 但却不愿对选举表示意见 也让高雄市这场白里猴之争 人事扑作迷离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